好 又到我们的台湾在地小吃PK的时候 今天要比的是什么 米糕啦 米糕今天呢 两大米糕天王 台中清水的米糕跟嘉义的米糕 这两种米糕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包含它蒸煮的方式做法是不一样的 桶内蒸热跟直接去装在碗里面 口感呢 一个是强调粒粒分明 这是嘉义的特色 那么清水米糕强调是軟Q 配料不一样了 嘉义的是肉吧 那么清水米糕还有一个叫鹅干 就是磕 里面有一个磕在里面 所以这两种到底哪一种口味最好吃呢 来看今天的喝价来PK 店员熟练的把蒸熟的米糕 从白铁桶子挖出 淋上特制的米辣酱香味四溢 一到用餐时间 店里坐无虚席 差不多一个月吃两三次 吃两个啊 吃两个 挖起热腾腾的米糕 上头还放了磕干 这是在海线地区的台中清水 才吃得到的美味 青水米糕美味的秘诀就是把瘦肉 肥肉和磕干放进白铁桶子 然后蒸热油脂和米糕融为一体 吃起来Q弹有嚼劲 来到嘉义这家老牌米糕店老板娘用碗盛装米糕然后像捏寿司一样的捏出漂亮形状 再来豪迈的淋上六汤匙的卤味酱一口吃下相当过瘾 不用桶子蒸热嘉义米糕直接装在碗里强调现做现吃米粒猪油跟肉燥的香味呈现三种层次 台中清水米糕和嘉义米糕相比 清水米糕先用桶子蒸热口感软Q 嘉义米糕直接盛碗吃米糕口感粒粒分明 两种米糕都有放卤肉 但清水米糕另外加了磕干 吃得到海的味道 我觉得这会比较好吃吧 因为可能是可能是他有酱 然后他又你刚刚说用鵝肝 外现式的口味跟口感可能就没有嘉义那么道地 小小一碗米糕呈现在地不同风味 要抓住每一个顾客的胃 台中嘉义报道